机动市政府官销处在机动市议会临时会中 报告城市博览会的整体效益 总共吸引了101万人次参访 市议员有肯定也有检讨 外围的游客来我们很开心 可是在地的居民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光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可能就要塞个一个半小时的车 然后又受到整个停车空间的一个影响 被外地的游客来做一个占用 其实对大家来讲 其实虽然说我们有支持 但是相较之下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批评存在 所以希望说市府在未来 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 我们能够有更缜密 更细心的一个思考 有很多的展点 是不是能够持续维持下去 好比说三年五年 还是这三年五年过了以后 那我们市政府就必须要花非常大的 这个成本再去维护它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这个租名美术馆 他的作品 这个租名大师的作品 有没有延续的在基隆 在让基隆市的民众 包括外界市民众能够来看到 我想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我们不希望说是烟火式的 不希望说是谈话一线 我们希望说能够再继续延续 而基隆市长林又昌 达巡时更强调 城博会展现基隆未来发展的愿景 甚至是起点 成功举办的城博会 已经立下一个基隆障碍 城博会不是他个人的毕业典礼 请不要贴标签 我们在相关的策展的内容的论述 还有深度 还有所呈现出来的相关的一个效果 跟内容 我相信是到目前为止 也是这近年以来 大概各个城市在举办 包括设计展的相关的活动 也从来没有看到 有这么深的一个深度 或者是有包括它的一个广度 所以我刚刚在讲 我们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其实是立下了一个基隆障碍 那这个并不是我个人的毕业典礼 我必须在这边再一次重申 不要贴我这个标签 为什么 城市博览会本来是去年十月份要办的 我不会在去年十月就毕业 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城市博览会 去呈现出 基隆城市发展的一个愿景 可能性 它也是基隆未来城市发展 一个新的起点 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一直在谈 基隆这个城市所处在的一个处境 跟它的一个状态 我们旁边是台北 新北 桃园 每一个都是这家市 每一个都是台湾现在的 城市资源里面最丰富的 那在北北基桃首都圈 甚至包括新竹市的这个狼带里面 基隆市应该算是 能力资源各方面条件 最不如人 但我一直在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市民信心 也就是当我们是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能够翻转这个城市的命运 而这一次城市博览会所带给 这个城市最大的效益 也就是在这边 也就是让我们基隆市民看到说 未来基隆市有可能性的 而这个可能性不是用嘴巴讲 而是它实际上是可以被实现出来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也依据议员们的执询建议 做成决议 要求基隆市政府 要检讨改进陈博会的缺失 第一项结论 陈博会对于本市 黄港区及大历史场景的建设 有出具规模 事务应在此基础之下 听取本会的建议 对已完成的设施 应做好维护管理工作 对未完成者 应积极继续完成 以作为基隆未来城市再造的延估 结论二 本次陈博会多项设施 还没有完成 尚有部分工程制作中 致活动效益未如预期 市府而后办理大型活动时 以及早规划作业 结论三 市府因善加利用陈博会展示之设施成果 不可因展展展展展的期间结束以后 就置之不顾 同时需招揽新团队进驻场馆 以公共空间 继续展测各式的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